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满六个月就要给三天特休 休息时加班还要付2.67倍薪水 更限制每个月加班时数不得超过46小时 老板在人力挑度上将出现困难 引发第二个冲击 大家就只能想办法去找PT的 阵子已经很难找 现在又一粒休 而且我们都是服务业的 轮班轮职人员一定要经过11个小时的休息 他才能够继续工作 雇主肯定要再调配另一批人 那在正职没有办法补充之下 他当然只能用部分工时的人员 当正职员工变贵 老板为了维持排班弹性 派遣工可能暴增 首要饮料店餐厅像这样的服务业 就占了台湾GDP的七成 但一粒休心智 主要以制造业为考量 用在服务业怕是水土不服 更可能侵蚀未来的加薪幅度 最起码多了两至三成 人事成本增加 那你的营业也不够的话 是不是等于说加薪方面就会减少 一粒休让企业老板一片哀嚎 但也有人乐观看待 老公因此获得充分休息 他生产力会提升 反而会提高他的生产力 创造更多的这个 帮老板赚更多的钱 勞机新法对服务业不友善 明年上路后恐怕问题不少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